大家好,我是王树森 前面几节课讲解了几种最重要的召回通道 这节课简单介绍我们小红书用到的其他几种召回通道 这几条召回通道很有用,但是重要性不高 有一类是根据用户所在的地理位置做召回 Gilhash召回,属于地理位置召回 之所以用这条召回通道 是因为用户对自己附近的人和事感兴趣 推荐系统应该出一些用户附近的内容 系统维护一个地理位置Gilhash索引 Gilhash意思是把经纬度编码成二进制哈希码,方便检索 如果你不懂Gilhash的话,可以去搜一搜,网上有很多讲解 这里你就当Gilhash表示地图上一个长方形的区域 索引是这样的,从Gilhash到优质笔记列表 也就是说,以Gilhash作为索引 记录地图上一个长方形区域内的优质笔记 笔记列表按照时间顺序倒排 最新的笔记排在最前面 做召回的时候,给定用户的Gilhash 会取回这个区域内比较新的一些优质笔记 这条召回通道没有个性化 召回纯粹只看地理位置 每次召回本地的一批优质笔记 完全不考虑用户兴趣 就是因为没有个性化 我们才得用优质笔记 笔记本身质量好 即使没有个性化 用户也很有可能会喜欢看 反过来,既没有个性化 也不是优质笔记 那么召回的笔记 大概率通不过粗牌和金牌 看一下Gilhash索引的示意图 圈出来的是Gilhash 每个Gilhash都表示地图上一个长方形的区域 每个Gilhash后面都有一个笔记列表 意思是定位在这个地理位置的优质笔记 这个列表包含K篇优质笔记 排在最前面的是最新的笔记 Gilhash召回很简单 如果用户允许小红Swipe获取用户定位 那么就根据用户定位的Gilhash 取回该地点最新发布的K篇笔记 至于这些笔记当中 有哪些符合用户的兴趣呢 会留待排序模型决定 刚才介绍了Gilhash召回 原理是用户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感兴趣 同城召回的原理是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用城市作为索引 做召回的时候 根据用户所在的城市和曾经生活过的城市做召回 这条召回通道也没有个性化 前面讨论了地理位置召回 下面讨论作者召回 意思是如果你对一个作者感兴趣 系统就会给你推这个作者发布的新笔记 在社交属性的推荐系统 都会有关注作者这样一个召回通道 假如我在小红书上关注老梁 以后推荐系统就会时不时地 给我推送老梁发布的视频 尤其是在有新视频发布的时候 系统维护两个索引 一个是用户到关注的作者 另一个是作者到发布的笔记 笔记的列表是按照时间顺序倒排的 也就是说新发布的笔记排在最前面 线上做召回的时候 给定用户ID 找到他关注的所有作者 再取回每个作者最新发布的笔记 这样就得到了一批笔记 一种类似的召回通道 是有交互的作者召回 原理是这样的 如果用户给一篇笔记点赞 收藏或者转发 说明用户对该作者的笔记感兴趣 举个例子 我在小红书上碰巧看到玉石加工的视频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看完了还点个赞 我没有买玉石或者收藏玉石的打算 所以我不会关注这些作者 但给我推送这些作者 新发布的玉石雕刻的视频 我很有可能会看完 所以即使我不关注作者 也应该继续给我推送他的视频 系统维护的索引 是从用户ID到有交互的作者列表 作者列表需要定期更新 最简单的策略 就是保留最近交互的作者 删除一段时间没有交互的作者 在线上做召回的时候 要用到索引 给定用户ID 用索引找到有交互的作者 然后召回每个作者最新的笔记 这样就得到很多篇笔记 另一条召回通道是相似作者召回 想法是如果用户喜欢某位作者 那么用户可能会喜欢相似的作者 系统需要维护一个从作者到相似作者的索引 作者相似性的计算类似于itemcf 如果两个作者的粉丝有很大的重合 那么就判定两个作者相似 线上做召回的时候 给定用户ID找到他感兴趣的作者 感兴趣的作者包括用户关注的作者 以及用户有交互的作者 利用索引找到每个作者相似的一批作者 最后取回每个作者最新的一篇笔记 这样就召回了很多篇笔记 假设记录每个用户感兴趣的N个作者 每个作者有K个相似作者 那么一共有N乘以K个相似作者 取回每个作者最新的一篇笔记 那么一共召回了N乘以K篇笔记 最后我介绍缓存召回 缓存召回的基本想法 是服用之前N次推荐系统金牌的结果 背景是这样的 在我们小红书 金牌输出几百篇笔记送入重牌 重牌做多样性的随机抽样 比如用DPP从几百篇笔记中选出几十篇 曝光给用户 也就是说金牌的结果 有一大半没有曝光被浪费掉 这很可惜 好不容易走完召回粗牌金牌流程 只是碰巧随机抽样没有抽到 所以没有被曝光 应该想办法把这些笔记重新利用起来 我们小红书大致是这样做的 按照金牌的分数做排序 排到前50 但是没有曝光给用户的 不要浪费掉 而是缓存起来 作为一条召回通道 下次用户刷小红书的时候 把缓存里的笔记取出来 作为一路召回的结果 金牌排到前50的 都是用户非常感兴趣的笔记 值得再次尝试 这种缓存召回有个问题 缓存大小是固定的 比如最多存100篇笔记 每次就召回这100篇笔记 由于缓存大小固定 那么就需要退场机制 确保缓存里最多有100篇笔记 有很多条规则作为退场机制 比如一旦笔记成功曝光给用户 那么就要从缓存中退场 如果超出了缓存大小 就移除掉最先进入缓存的笔记 每篇笔记最多被召回10次 达到10次就退场 每篇笔记最多保存3天 时间达到3天就退场 这些都是最简单粗暴的规则 在这些规则的基础上 还能再细化规则 举个例子 假如想要扶持曝光比较低的笔记 那么可以根据笔记的曝光次数 来设置规则 让低曝光的笔记 在缓存里存更长的时间 最后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介绍了三大类 一共6条召回通道 这些都是工业界实际在用的 只不过它们的重要性 比不上Item CF Swing 双塔那些召回通道 地理位置召回 包括GeoHash召回和同城召回 之所以用这种召回通道 是因为用户对自己附近的人和事感兴趣 我介绍了三条作者召回通道 包括关注的作者 有交互的作者 还有相似的作者 我们把这些作者创作的内容 推荐给用户 最后我讲了缓存召回 意思是把金牌中排名高 但是没有成功曝光的笔记缓存起来 再多尝试几次 这集合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